抱狗大叔酒驾被查,喝了红毛要酒至骨质增生,8月18日在德州湖边路与青年路口交警,正在进行夜查行动仪大叔因酒驾被查,大叔下车后抱着小狗连吹气检测,时也舍不得放下精检测,大叔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,其趁自己后脚跟骨质增生,所以喝了点红毛要酒,不过要酒也是酒红毛要酒的酒精度数。 高达38度请广大司机切记喝酒不开车要酒也不行。